2018年10月14日,距离国足和平印度仅仅过了一天的时间,国足球迷就在一次遭遇到了沉重打击,就在今天,U19国庆队0比1不敌越南U19队,比赛进行到了第64分钟。 越南队成功的绝杀了中国男足,2013年,在国足1比5惨败泰国队后,范志义曾经炮轰了中国男足,中国足球现在什么水平?就这么几个人,你招鹏什么的都在踢中尉,他能踢吗?踢不了,没这个能力,你知道吗? 国足再这样下去,要输越南了,泰国队输完输越南,再输缅甸,接下来就没人输了。 许多球迷当时还以为范志义说的是气话,但没想到短短5年过后,中国男足真的输给了越南队,这也让国足球迷忍无可忍。 他们在评论区再次开跑,白亚基的下线到底是怎么样的,谁能告诉我,脸都不要了。 中国男足纯粹是在浪费粮食,国足平印度,国清输越南,接下来是不是要输缅甸,柬埔寨,马尔代夫啊,一尘渣渣,脸都不要了。